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一样的虐待方式长期的在这个孩子短短在这个学校处理的两个月内一直在发生 这两个导师一个班的学生只有四个人 然后两个班还搭配一个助理教师 那么高的师生比的人力竟然还可以这样长期虐头 当爸爸去年四月拿着朝天交以及电话搜证如意来跟学校要求调查这个真相的时候 学校却坦污所有做出来的调查报告都说 双方各级一起查误 没有证据足以证明 所以我们不得不在去年七月陪爸爸去教育部程庆 要求重启调查 那教育部请了一些特教专家 进行了三个月非常缜密的调查之后 去年十月这个调查报告出领 可是到现在已经四个月过去了 我们都还看不到这份调查报告 为什么 因为他的内容实在太残忍了 甚至老师还会让这个孩子去跑跑步机 故意加快速度 让他跑整整两堂课 爸爸昨天还告诉我说 小孩跑完跑步机回家那天 说脚非常的酸痛 然后他帮小孩按摩脚的时候 发现他整个脚都是僵硬的 他说 这个是可能会造成核文基溶解 如果他不是及早发现 是不是有一天 他的女儿就会被老师虐待死亡 所以今天学校在知道的这个老师 长期虐待学生做了那么多事 竟然还只决意说记过 只决意说停聘 那我觉得非常好笑的是 老师不上班 停聘的时间 薪水可以领一半 停聘起满 再把剩下的一半全部领回来 这到底是惩罚还是在奖励虐童呢 学校教评会可以这样子 让全民买单 让他去包庇自己的同事 不要失业吗 根据我们的调查 这个老师不是出饭 他在四年前就长期的 会打小孩 不准小孩吃饭 甚至还一个学生 在他的课堂上 中风 嘴歪眼斜 然后救护车进来 送去医院急诊 一直住院住到毕业 然后校长说 我不知道这件事 那这所学校到底怎么回事 整个螺丝都松动了吗 这个老师长期四年多虐童 全校其他的教职员 没有人看到吗 当小孩头上戴着纸尿裤 上课一整天的时候 没有任何一个客人老师 没有任何一个路过的老师 看到这个小孩的处境吗 有人在乎过他们的感受吗 所有知情不报的 所有参与虐待的 嘉义县社会局快醒醒吧 这个案子从去年四月到现在 已经快要一年了 你们一张罚单还没开出来是怎么样 社会局有没有自己的判断 你在等什么 社会局不只是要开身心虐待 这些小孩的学生的罚单 对于所有知情不报的人 通通要开罚 如果你们今天不开罚 这些没有办法 为自己讲话的这些孩子们 他们如何为自己发声 今天最幸好的是 这个被虐待小孩 他是轻度智障生 他是可以说的 所以我们才有机会发现 教室里那么残忍的事情 万一今天被虐待的是 重度智障小孩 是没有办法为自己说话的小孩 我们都不知道 这个老师在喂辣椒 这个老师拿菜刀剁手 这个老师用各种方式 去羞辱跟虐待小孩 所以今天我们很庆幸的是 这个孩子他可以说 然后我们也很庆幸的是 这个爸爸 他因为孩子的受害 他不像有些家长 发生了这个事情了 跟老师反应 然后就用一些金钱和解掉 然后就不追究 然后让一些老师 继续在学校里面 伤害其他的学生 我觉得今天这个爸爸 非常的勇敢 他很坚持这个老师 他必须解贫 为什么 因为他说他的孩子已经受害了 他希望他孩子的受害 能够救其他的特教生 不要再像他的孩子一样受到伤害 这部分其实我们的夜馆单位 交处跟校长这边 一直有在去关心 就是安护这边的成分 就是不管是在学校关心孩子 还是去到家里去关心 那我收到的讯息就是 家长人对目前老师对孩子照顾 其实是很肯定的 关于解聘这件事情呢 我们需要经过学校的教育理会 来做一个讨论跟决议 那目前停聘的处分呢 已经上报我们的主管机关 去核准 那至于说 接下来是要做解聘的处分 这个还有一个一定的程序要走 这样子 原理就这样的成分 他一开始就不想教育 因为我感觉 一直感觉就是他就是一直 你知道 一直说啊 这个孩子可以去普通学校就好 他能力很好啊怎么样啊 他就是没有在 在那个 他也是在支援班 不是说不是说普通班 支援班他就没有办法适应了 他就为了不教 不教这个孩子 他可以用尽他的办法 去领略这个孩子 后来就是去到学校 我带去学校嘛 我要跟老师沟通 结果老师也不跟我沟通啊 他讲不到几句话就说 跟我讲说 啊我叫心理师来跟你找 我们是要直接跟老师沟通 结果老师不跟我们沟通 没有 就学校调查完了 他们有来说要道歉什么的 结果他们来就说 他如果认为我认为他们 教育的方式 不认同他们教育的方式的话 他愿意道歉 那我说你这个叫做 那个教育的方式的话 我不认同 不能接受 所以你觉得最好的处置方式是什么呢 我想应该是解聘 他实在不适合再教小孩子 现在我小孩子是很好 现在学校帮他照顾的很好 没有错 因为是怕别的孩子 如果再让他 让他这样子教的话 后果会怎么样 真的 很难那个啦 你敢去想象 就像我如果我的孩子是 没有发现那种事 然后到现在 可能情况 可能我的孩子 还在不在我身边 我都不敢 不敢那个去想象